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3月9日 大家看看板塊裡面 升的板塊開始多了一些 昨天一度佔過翱頭的石油及天然氣 今天就變成榜尾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市場波動的程度 根本就可以起 不同的板塊都可以日升日跌 所以大家要走的時候 就要走動得比較近一些 這個是恆生指數的期貨 看到今天就是在周線圖上面 都是去到這裡 未曾試到的宗族 所以在這裡還有一個位置在復活 我始終還在這幾個牌的時候都會看 上面的阻力是292 因為之前我認為的阻力支持是292 跌穿了 變成了阻力 然後短期的支持就降到273 今天跌到這裡之後 就因為國內傳話 話 話 爺爺幫忙去托市 所以市就這樣彈了上來了 是不是真的托市呢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憧憬 爺爺怎麼托市呢 托給你們這些人出貨嗎 爺爺是不是告訴你市場不是很妥呢 根本市場有沒有大跌過呢 是 科技股是大跌了 個別的科技股 你看看 不升不升 很多都已經是跌了 是50%的了 我昨天所說的就是斬半 至於在這個水平上再不斬半呢 就零計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來講 我們一定要看一下 現在哪幾人托市 我們托市的人 之前給我有些文章裡介紹過 譬如有郭樹青 他是銀保監的 他是逆江 他是銀行的 還有馬進 馬進是今次裡面 第一次在1月的時候 不知道是1月還是12月 是出來說 喂 不行 這樣 接著那些市場 那天是跌了一點的 其他人就說 不是啊 阿爺賀雷說撐啊 是啊 馬進說謊了 唉 你如果認識馬進這個人 一個曾經在香港做過 是得意志的首席經濟學家 他是被institutional investor 連續幾年評為 是最優秀 最出色 number one 他是股票分析員 他是股票分析員 他告訴你 這些東西不是很好 他會有滾你嗎 是你自己不相信 你就說他滾你而已 說他騙你而已 滾上去 滾到上去之後 你看看 現在有很多價位 是不是已經回到去年12月的時候的水平 那你還說他滾你 是你自己滾自己而已 拖了手 不要罵人 馬進是很早提出了 這個警告 當然 後來有些人說 不是啊 人行那些人又說 維持經濟的穩定性 記住啊 維持經濟穩定性 不是股市的穩定性 千萬不要把穩定性 拍拍了 經濟等於股市 在中國不是的 股市人股市 經濟人經濟 阿爺要求股市是什麼呢 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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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最大的干預 因為他很想知道 他很希望 從股市那裡 你可以賺到錢 就派適給人 於是那些人 又投資到股市 因此投資到股市的時候 他就會支持到這些股市 有了資金好的公司 有了資金去繼續發展 然後發展之後呢 發展企業他又賺到錢 他又再派適 所謂的事情 曾經很多時候曾經 有些通領 這個公司派適是幾個百分 分紅 是不少的 30% 就是賺了一元 要派三毫子 所以 在這一點裡面 這個分紅30% 或者去到50% 是國際間之中 一些所謂被 一些所謂價值投資者 巴菲特之流 光頭神探 麥姆皮斯流 他們喜愛的水平 你又不要分了 分了就是你不賺錢去發展 你又不要不分 那些叫鐵公雞 一毛不拔 國內的名稱 那些阿爺 是真的找你去談話的 在這一點裡面來講 阿爺的支持股市 是要求股票派適 於是這些人 就把你資金等到股市裡 等你在股票裡 有能力的人管理層 去繼續發展 而不想你等下去樓市 這個是阿爺支持股市的事情 至於養老金 什麼時候入市 什麼時候入市 是 你要記住 養老金 不是炒股基金 養老金 它是需要講平衡的 部分要收債券 部分要看股票 部分股票 看一些什麼呢 就是給一些年輕的 二、三十歲 他還在供應的時候 他等到六、七十歲才拿 就是這樣做 就是要買股票 怎麼樣 有些五、六、七十歲 他快來 他就會去拿福利 所以他要在這個部分 買這個債券 來拿息給這批人 所以他們買的時候 是會限制住 他們絕對不會是百分之百的資金 等於去買股票 你放心 阿爺不會搞這些事情的 所以養老基金 他說養老基金 是入市 是入市 真是有一個水平的限制 譬如 他可以給它是 30%入股市的 那 之前 是由於 之前是由於 這個是 升值了 股票升值了 那它就超過了30% 那它就要沽貨 沽貨是代表它 OK 是已經是 已經是 賺了錢 因爲它不想將賺錢那塊 因爲你這個 等債息那塊 是等到這裏 不動的 50元就差不多50元 那你這個 譬如你賺了一些錢之後 它可能去到這裏賺了70元 那你這個股票70元 這個債市是50元 就不匹配 它就要沽下來 是不是 好了 到最後的市場 跌了呢 那很簡單 債息 債券那裏沒有動 那它跌了下來 跌了下來的話 它又跌低了 譬如 譬如是30% 那它跌到27% 它就買回3% 去到30% 所以 那個養老基金 或者社保基金 這樣移動 是按照著 一個已經制定的軌跡 就好像電車 好像地鐵一樣 在軌跡那裡走 它轉彎就轉彎 它直去就直去 是按照著既定的程式 所以不要說 哎呀它買了錢 那接著它就買回到你 就是 恒指就買回到你 這個38,000 對不起 不是這樣 是因為你之前跌低了 跌了很多 跌了很多 你股票這裏 股票值 就少了 少了之後 它有些條件 可以買回少少少 那就差那幾% 什麼東西了 所以不要說 那它什麼什麼樣東西 很多時候 你到時候 又說要入市 入市的時候 為什麼市不是大升的 你呢 阿哥 阿爺 阿爺 不是想救你 阿爺看著這麼多人的飯碗 誰叫你買了一些 女股神的那些基金 賺了你 不要覺得你再分一些給阿爺 虧了你叫阿爺要保你 對不起 股票去市場 永遠是一個自己個人投資行為 賺虧 麻煩你自己計算 所以今天講得很興奮的 說什麼阿爺 那些什麼東西進去 第一 阿爺不是指令這些基金入市 那個指令一早已經定了 就是你們自己搞 那些人 完全沒有參與過 阿爺那個社保基金的運作的人 那些人 就以為 在中國什麼東西亂來都行 我對你入市就入市 你買就買 不是這樣的 阿爺開始有張質 當然你說大塌市那時候 入不入市 那時候當然是入市 你美國人都入市 2008年你不入市 美國都買了多少間公司 頂了多少錢 印了多少錢出來頂住去市 你那時候就失去了 好嗎 你到時候中國 2009年 四萬億 四萬億是不是買股票 對不起 阿爺不是買股票 阿爺是給企業 所以這個是中國救市 和美國救市的分別 美國救市是救有錢人的 中國救市就救企業 救企業就是企業 不會倒閉 不會倒閉 因此窮人可以有飯吃 即是工人有飯吃 美國直接救什麼 救AIA 救General Motor 那些什麼 股東就受益 阿爺有部分 那些銀行 你產生了外遺漲 你頂不住的 阿爺會支助你 最多是麻煩你還錢 阿爺有一個很均震的 最不是你就倒閉了 阿爺現在不介意公司倒閉的 千萬別人 千萬別人進入國內 是有機會大都不能倒 你看螞蟻 所以 希望大家看得到 不要這麼 阿爺入市 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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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撲進去 我只是告訴你 是一個社保基金 他們的平衡 平衡 而你的平衡 平衡 平衡 在他們裏面 操作守則裏面 寫得很清楚 是人你查一下就知道的 當然他具體買哪一隻 他不會有辦法讓你知道 那至於 由哪些人去操作 或者去開會 討論社保基金買賣的程序 當然是會有一批人 那批人是市場上很多人士 不是官員 所以這些 很多朋友 或者很多分析者 不認識到整個機構這件事 胡亂說 就以為就是 嘟嘟嘟 今天 在外圍 講得很清楚的 經常說 中國政府入市救市 美國人抹黑的行為 認為只是這件事 就是指導式經濟 對不起 如果有指導式經濟的話 簡直很簡單 一個命令叫馬雲 麻煩你 你留三千元好了 所有你的財產 分給你窮人 那扶貧 豈不是快過打針? 是不是 不行 是不是這樣做 沒有 所以 大家對於以後 社保基金入市 麻煩你保持一個 平衡一點的心態 這個是社保基金 一個正常運作 和香港一些基金 你的強積金 那個基金經理運作 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拿回 有三成去買股票 有七成去投資 如果你均衡組織的話 一般是這樣 如果這個是股票基金的話 你都很難找到 一個股票基金 是一百分之一百買股票的 除非說明是 如果不是的話 通常都是留一手 是一些所謂的 如果是強積金 一定留一手 是做一個債券 講完了 好了 有人不問吉里汽車 和比亞迪 我朋友經常都問這個問題 不過我也不介意回答你 因為這兩個東西 都是很多朋友 一個是共同關心的東西 他問吉里汽車和比亞迪 買哪一隻好啊 我告訴你 兩隻都不要買 雖然我是吉里汽車的很大支持者 不過自從升二十七元之後 我就沒有再支持他了 那為什麼 你跌下來嘛 那跌下來 我怎麼支持你呢 沒有得支持的 那這個比亞迪 不是這個吉里 可能去多少呢 就去到這樣跌下來 我沒有講過 我之前有講過去三十元 再跟著講過又可以五十元 那現在跌下來多少呢 我又嚇死你了 它可以跌到十五元的 那我之前有一次講過 是吉里可以跌到十元的 那它跌到九個七 那它上回來了 當我講到這個二十七元 就在之前這個二十七元沽了 在這裡有二十七元又沽了 那是啊 它跌下來就沽它了 那現在這裡可以怎樣 那我估計呢 它可以有條件 或者不是什麼 有五百條件 是可能會跌下去十五元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汽車行業的競爭越來越大 去年 或者前年 在中國有沒有這個是 Tesla 這個車是出事的 沒有啊 那就是Tesla 它買了幾萬塊的那些 全部都可以給其他 中國這麼多的車廠分 去年 有沒有五零汽車 一部買二萬八的 流日冷氣是三萬二的 你要上市 沒有啊 不過今年有啊 你上面有一個是這個電動汽車的增市 下面有一個是便宜到這個什麼呢 我農場用那一部 這樣的三個輪子 就是四千元 它是四部而已 如果你用三部手機錢 已經買到一部 這個電動車 是五零的 那你多了這麼多競爭者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做電動車 在國內有幾間呢 超過百五間 很容易做電動車的 問題 你可不可以持續另一件事 不過始終 它就消耗了你一個 是potential customer 所以 來到突然間 在這一年裡 不要小看 那個競爭力是大很多的 所以你為什麼說 吉利啊 比亞迪啊 總是不可以再升上去 你又說電動車這麼行 這麼正 是啊 人家一會就去了 煩歸佬那一家 Tesla那一家 一會就去了 便宜到抽筋那一家 五零那一家 所以在這點呢 就這樣看了 我是很少可以在這裏 不給支持位和標位支持位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它下多少 下落到它底之後 它會會有一個樣子給你看到 那我說為什麼看那十五元呢 這裏便是14.7 是嗎 你說 就是說 回到華園基本部 你會說 你不用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嚇人 我這麼多次講過吉利之後 我有沒有叫大家去買吉利呢 OK 有朋友問就是東方標行 很冷門的 很冷門 東方標行 挺好東西的 它由一元升到上兩個八路 真的升了一倍 不覺不覺 因為它為什麼 它升高 升高 那買標這件事 始終是有一定的市場 雖然國內的 現在大款的來得少 不過 都有些方面一定買得到的 放心吧 那去到這裏 就來到這裏 我就覺得 它目前就需要有些回調了 因為已經升了這麼多 那回調下來呢 就應該要就是 我又覺得它入獄它 一定有一定的盈利支持的 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 硬是一定不會 好像一元升上來這麼好的環境 那我只是看它 只是去到大約2.4左右而已 2.4左右之中呢 目標就是2.4 阻力在2.7 為什麼呢 我認為2.4呢 我認為它會跌下來 它跌下來 現在2.6就跌下來 跌到2.4左右 2.4就是這個位置 之前這個位置 跌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慢慢做好一點點了 騰訊 很多人都很關心的 騰訊的時裝將會怎麼做呢 騰訊呢 它是775 它這個是保利加通道的中軸呢 就是633 下面這個呢 下面的支持位置就是603 45倍市盈率 0.2%的升 我們買騰訊 是駁它價升 它價不升 你拿它把鬼 所以在這點裡面 建在這裡 那個最低率是645 那我會看 它可能去到600元附近 那1元附近就是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就是這些位置 是不是 這樣 就建這點了 所以我就覺得 不要想了 有課的 可能會扔一扔它 因為還有50元到 我個人估計有50元到走 還有下面的水位 那麼 去到50元的水位 你這個大約去到603 很好的了 你都沒有斬半 斬半是怎樣的 700元當成800元 斬半就去400元 是不是 很好的了 已經 你看這個禁封李孽 斬了半尾 斬了啦 好 這個是騰訊的兩個月 有人又問中石油 中石油今天問得呢 就真的十分之不着時了 因為一開始我已經告訴大家這個板塊 中石油呢 天然 石油和天然氣 在今天來說呢 是最最後包尾的板塊 周線圖上很漂亮的 不過你看到 說了嘛 在這個上面界外飛仙之後呢 他開始想進入繁監這個 那他如果進繁監這個位置多少呢 上面有兩個九 兩個九 那現在他在兩個九號九 那我覺得兩個支潮或短期支潮有兩個九 那現在他這個現水肥整股 他要怎樣 最近上面的阻力就是三個二左右 三個二就是他最近的高位 你做不到的話 你就要下回來的啦 下回來會怎樣呢 下回來的時中呢 希望就是兩個九號有這個支持 兩個九號很好的支持位置的了 很高的 現在這裡是兩個七 中軸是兩個七 兩個九的話 下回來補一些裂口 補一些裂口之後呢 中石油應該還沒玩完的 後市還可以升的 那所以如果當他下回去兩個九 或者再接著是低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再考慮是吸納 因為這裡呢 他完成了一個是 原底的上破 那這個就是後秋 再跟著升回 那再跟著可以下回來 又再跟著再升上去 那這個因為呢 油價 是應該會持續會有一段時期的上升 那朋友又問給他們股份 那這個剛才都是同一朋友的 問這個1751的 那我很簡單說 就在做一個大型調整啦 那你由278 現在你是183 中間就不見了100塊錢啦 300塊不見了100塊錢 那不見了多少啊 三分之一啦 如果去到這個通道底的話 你是200塊錢的話 那你300塊錢去到這個142 通道底的話 142 那剛剛斬半咯 所以我說斬半 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至於會不會再斬半 所以我對比亞迪的處置 和對吉利的處置都一樣 不知道支持在哪裏 所以就叫你不要搞它 於是又沒有目標界 又沒有指時間 就是這樣 我介紹比亞迪說它會上升 那時候是78塊錢的 78塊錢 那時候推介比亞迪的 你沒得騙的 是有得這個說的 那當然78塊錢之後 我大張去到100塊錢而已 至於之後大家跟不跟到另計啦 78塊錢推介比亞迪的話 那它升到上這裏 如果真的還原基本戶 下回到78塊錢 怎麼搞的呢 因為你看看 息率有多少 使用率有多少 所以大家朋友需要考慮一件事 去到最拉尾 所有股票的價格 的支持 不是基於這些善 也不是基於你對它有多外號 慘得過喜歡 就會慘得過虧的了 但是一定要看盈利基礎 你不看這隻東方飆行 是不是 東方飆行 怎麼樣呢 九尼半飾啊 十四倍市盈率而已 所以它就可以 由一元雞升上兩個八 導致 смер装啦 你說實力 呢 認真嗎 那個人 participants 問那個方法 被修正71 含純一胡亂 就是坐進冷板凳的了 鍾石油都是綠離式的 31倍市場率 那你以為石油不需要的嗎 一定要的 是不是 所以這些呢 反而去到沒有什麼色派 就是我可以讓你憧憬 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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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明一下 憧憬而已 今天推介的是九龍倉 九龍倉不過不失 三厘半息 十七倍市場率 去到保利家通道的上續之後 會見到有些回落回來 那我覺得它的支持位 可能大致上可以起44元左右 大致上是可以起現價吸納 它現在是四十五個半 四十五元左右 那上面看它就可以去到四十七 那四十四元 四十五元是怎樣呢 因為它現在下面是四十二元 那這個位置就在這裡 希望突破了四十五個半 如果突破了四十五個半 那上面就可以很簡單看了 看看這個四十九 上面這個保利家通道的上這個位置 就是四十九元來的 這個最高是四十九的六 那為什麼可以看這個東西呢 因為打疫苗嘛 經濟會復甦嘛 那那些商場就可以好 因為九龍倉很多的租務 都是跟別人是做什麼呢 是以你的生意營業額 你給一定的租金 然後再按照你的生意營業額 再跟著跟你是再分成的 就是說如果至於那些舖裡面 他們的生意是好的話呢 他們的租金其實是收多了的 這個九龍倉它跟別人簽這些商場的租椅 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所以現在現在 你看到它那個周線圖上面 它有二十六元呢 在去年八月左右 就已經慢慢的升上來了 搏是搏什麼呢 就搏它 這個是經濟可以回數 復醒 就是跟著商場可以做好生意 就是這樣而已 在這一點裡面來說 千萬不要它商場 有到這個什麼 有到這個 又要有這個出現的症狀 集體感染那樣東西 在這一點呢 它就可以上回到上面這個位置 智能又不可以升太多的 因為它真的已經升了很多了 浪子就真正看看 生意來是怎樣的 生意來看的話 如果現在是一直這樣看的話 一路去到最拉尾去到今年的十二月 理論上的生意呢 就是商場的生意 理論上是好一點的 那如果大家認為 這個東西值不值得買一個的話 那就很簡單了 戴定口罩 兩個口罩 去它旗下的商場 巡邏一下 看看客人 多少 那我告訴你 好多的 很多女士 就被人派了一些這樣的 很多女士 你明白了 我告訴你 就派了一些這樣的優惠券 它有期限的 給你去 有空就排隊去買東西 你可能買這個300元 給回150元優惠券 我不知道 因為我 我永遠不去那些買東西的 我只是在馬寶圖買東西的 馬寶圖為什麼好呢 空氣好 不是空調來的 天然空氣 所以那些很容易 不會說有那麼多的病菌 都會回集的 人家就起了很多優惠券給你的 九倉就做很多的事情 做得最多 因此很多人就回頭去問 有些女士用不完優惠券 派給那些姨媽姑爹 那個人去買 那買什麼 化妝品 化妝品不要緊的 買蛋糕會吃不完 還會肥 化妝品不要緊的 過期就另計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這些東西 這個你要細心去看每一個 商場你自己 等等這些他們的策略 不是他只是要說 看它的數字 要看的 當然啦 不然我又告訴你 金融倉自業 現在已經升幅 已經頗多了 跟著再上去上面 就不一定太多 不過薄薄去 那就這麼多了 好嗎 好 這個就是過往 十天推介過的是股票 好嗎 推介股票 這個就是由2020年 10月7日起 總統推介過50隻 就輸了9隻 那麼 賺了一點點 這個是過往十天 回答觀眾 問股票的事情 如果大家 你有些股票 你想問 而我又回答不了的 你起這裏 儘管檢查一下 有沒有曾經是有解答過 而可以呢 是你做一個參考 時間性上面是遲了一點點 不過 作為一個參考總是可以的 好 多謝大家